一生兩次BB 竟然開刀和順產我都體驗過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有在Youtube頻道和大家見面了 如果你有看我的IG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剛剛生了BB 我就生了弟弟 事後就很開心 現在已經兩個月大了 是一個肥肥不白的BB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多些弟弟的點滴 今天這條影片想拍回 之前大家問了我的Q&A的問題 事不宜遲立刻回答大家 最常問我的幾條Q&A 第一條最多人問的就是我的生產過程 都是問我痛不痛 生牠的時候是否辛苦生了多久 這個是最多人問的 其實今胎 我應該是很想第二胎是順產的 我以為沒問題一定是順產的 誰知道真的出了意外 BB的位置一直都不適合 本身頭已經向下 又走上來 直到我生的時候 39週 頭也沒有向下 因為胎位不正 這個問題 最後我入到醫院的時候 就要開刀了 開刀的傷口 都很幸運沒有痛過 這個是真的很感恩 我想主要原因應該是 我的醫生手勢很好 所以我生完之後 到我恢復又恢復得很好 傷口又沒有痛過 我覺得 開刀的生產經驗 都不錯 其實 有機會我拍一條影片 直接說開刀和順產的分別 因為兩樣東西我也體驗過 我可能可以幫到 媽媽在選擇順產 還是開刀上面有幫助 第二個最多人問我的問題 就是問我有沒有請陪月 今胎其實我沒有請陪月 因為有婆婆進來幫忙 所以我沒有請陪月 因為婆婆不用經常上街買 送煮飯 又不用怕我沒有菜買 因為我剛剛坐月的期間 正正就是 說全民會封城的時候 那些人一說封城 大家都知道 在街市或者超級市場 真的被人很多東西都買了 訂月子餐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真的遇到這些突發事件 我就不用擔心是沒有東西吃的 今次我的月子餐 是來自亮月這間公司 他們是由豬臭護士 民助產士 以及營養師去創立 他們的目的最主要就是 希望帶給媽媽一個 健康又優質又科學化的 月子餐服務 希望媽媽可以很快地 回復身體的健康 梁月其實除了月子餐 提供了之外 他的套餐裡面 最有趣就是包含 會有產前和產後的護理 也有中醫師和營養師 去跟進你吃月子餐期間的身體狀況 例如每個星期 中醫師都會打電話給我 問我身體怎樣 他們通常都會問我 惡露去到什麼狀況 因為會影響到 食療的餐單內容 又會問我精神怎樣 對食物有什麼喜歡不喜歡 例如我比較針對性 是想食物幫助我上奶 那星期中醫師就會 特身跟我訂做一個 菜單和糧魚去溝通 那我的菜單中 主要都是針對我 可以上多點奶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他們真的很細心 吃完月子餐之後 也有跟一個營養師去 談談我產後的狀況 因為我也是比較想繼續餵人奶 營養師又給了一些意見 我在食物方面 怎樣可以 不要吃得那麼肥膩 還有可以上奶之餘 又幫助到收身 在食物方面 其實每一天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車隊 有專人會送食物上來 在早上的時候 疫情期間 他們也是每天很準時 十點多就會送到門口 我吃的是金裝套餐 除了裡面會有早午晚餐 還有代茶 還有湯水之外 還有餡茶 和宵夜 收到之後 就可以把所有的 放進冰箱裡 保持住 然後要吃的時候 拿出來翻熱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他們除了很好吃之外 其實他們的份量還要很多 其實是煮多一點點飯 已經足夠我 婆婆和善兒三個人一起吃 都是很足夠的 下午和晚餐 基本上都會有兩個菜 一個菜 一個湯 一個飯 這個是走不掉的 平時有時會有麵 有時會有粥 有每天會有糖水 糖水這個真的很棒 而每個星期 其實糧月都會送一個星期的菜單給我 讓我知道整個星期我會吃到甚麼 基本上一個星期內 都不會有很多的菜式會重複的 你問我有甚麼總結呢 其實我覺得 食物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款式也很多 也很新鮮 還有就是 婆婆說我坐完月之後 氣息回復的好似挺好 即是個人好像都挺紅潤 還有就是 吃月子餐 有一個好處就是 婆婆沒那麼辛苦 不用每一天都去買菜 煮飯 洗碗 變成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照顧我 照顧善兒 我專心可以照顧弟弟 變成親子時間 我覺得是多了 以及是高質了 因為不用說自己也要去顧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一方面 是月子餐是幫到我坐月 除了在飲食方面 以及產前會有照顧到之外 其實他們產後的一些服務 都是會照顧到 某些套餐裡面 都會包了 可能是有些有摘套 有去肚皮 有收音的服務 有暖工 以及去班尾白等等 都挺細心的 我覺得是一條龍一站式的服務 在梁月也可以找到 梁月還準備了一份禮物 送給訂閱子餐的媽媽 看著這條片的觀眾 在梁月到訂閱子餐的時候 說的是Kiko介紹 或者提供優惠碼Kiko2022 就可以得到這麼漂亮的 新生嬰兒禮物欄 裡面有口水肩 公仔 物仔 衣服 有趣之餘 還好實用 如果大家有關於食物 或身體上的疑問 都可以透過梁月的客服 WhatsApp跟他們說 他們會幫忙跟張 這方面也不錯 第三個問題 就是善意 習慣了做姐姐味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不知不知道他們也有個照顧人的天性 尤其是女生 他從小孩回來之後 其實他已經是不停想做小幫手 不停想幫你 不如幫你拿沙巾 幫你換片片 換片的時候幫你倒水 其實很多事情他都很想下手來幫忙做 我覺得他其實 從第一天的小孩回來之後 他已經知道自己是姐姐 即是他人有些事情是不同了 我覺得他已經習慣了做姐姐 因為他每次見到小孩都會說 小孩我是姐姐 先擔心 他做了很多很甜蜜的事情 應該接下來也會很疼小孩 而且我覺得他做了姐姐之後 他學會了多了自己玩 少了說一定要有人陪 他都要人陪 但是多了時間可以自己和自己 和玩具一起玩 我覺得這是做姐姐最厲害的事情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是問 LITTLE B 即是小孩 這是小孩的語名 他改了名字沒有 其實他已經改了名字 因為他已經兩個月了 還沒改名字 他就拿不到出生紙 他就叫幸朗 跟善兒一樣 善兒的名字是善良的小朋友 幸朗我希望他做一個幸福 幸運 和一個很開朗的小朋友 希望他也繼續肥肥不白這樣長大 另外這個問題 也有很多媽媽會問 就是怎樣分配兩個小孩的時間 很慶幸我先生都很樂意和善兒玩 當我要餵奶 或者忙著弟弟的時候 很多時間他都會陪善兒玩 變了他不會說 小孩來到我就好像沒有人來 我就被小孩搶了某些東西 那就沒有這個想法 都很愛惜他的小孩 我一有時間 為了禮 因為始終小孩都小 還沒需要有人陪他玩 所以他吃飽就會睡 一安頓好他所有生理需要之後 我有時間就可以配善兒了 爸爸和媽媽要有各自的職責 例如爸爸是負責玩的 媽媽就負責跟他看書 做一些功課 畫畫 爸爸就可以跟他玩後玩具 我覺得這個分配不錯 再大一點 我就可能要再想一下 怎樣分配他們兩個 到那個時候 善兒就會主動走去跟弟弟玩 然後我就不用跟他們兩個玩 我就可以很輕鬆 這是我期望會見到的事情 也希望弟弟可以長大 然後跟善兒一起玩 就可能可以輕鬆一點 可能會有第二條Q&A的影片都不定 因為其實我收到的問題有很多 因為影片的長度有限 我就抽了部分五條問題出來回答 有機會我再拍Q&A 我覺得我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開刀和順產的分別 希望幫到其他媽媽 因為我覺得這個資訊都有幫助 一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機會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